再来关注 雪兰娥一名男子相信吸毒之后神志不清 受性大发 竟然以八冷刀狂砍56岁的母亲 甚至将母亲的头颅割下来 这起家庭悲剧昨天下午5点多 发生在刮拉雪兰娥巴西伯南邦新村 刮雪警区主任南丽发文告表示 28岁男嫌犯的尿检结果对冰毒呈阳性反应 不排除她吸毒之后 精神亢奋出现幻觉 与母亲爆发口诀 才会拿刀发狂似的砍断对方的头颅 再装进纸箱内 事件直到受害者的另一名孩子上门找人才被揭发 警方已经把凶手逮捕归案 并在住家的厕所找到凶器 推示庭批准延长扣留嫌犯7天 一直到下个星期六22号 并援引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调查案件